好好听你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平秀林 5月27号的今日评评里 来谈谈五月天高喊我是中国人的事件 那就在5月24号民进党宣称 有10万人在青岛东路要抗议 蓝白政党所提的国会改革方案 那这10万人的陈情抗议活动被称为青鸟行动 那青岛东路被改成青鸟 那青鸟行动的当天晚上 在北京鸟巢开唱的5月天 在舞台上高喊我是中国人 我喜欢吃北京烤鸭 那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跟讽刺 那在这一个10万人 宣称有10万人的绿营阵营当中 当然是用力的谴责5月天 那谴责5月天为了人民币跪舔中国大陆 那在一片谴责声中 没想到赖清德总统在当天晚上 先是肯定了青岛东路外 陈情抗议民众的激情 那并且呢要求国会导政违法表决的相关的议事程序 显然赖清德是完完全全站在反对国会改革法案的那一边 那在他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声明之后 其实很多人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 赖清德为什么会在第一时间就介入国会朝野政党之间的对立斗争 所谓的全民总统还是40%总统 赖清德已经做了非常明确的选择 他要做的是少数总统40%总统 结果没想到呢 五月天事件发酵之后 那这反对国会改革激情的抗议民众 也沉浸在一同炮轰五月天的情绪当中 没想到呢 赖清德这个时候却帮五月天讲话 他说呢 五月天是文化工作者到中国大陆去这一个讨生活 人在屋檐下 那希望国人对于五月天的相关的谈话 能够谅解跟体谅 那前一天才刚刚声援青岛行动 结果呢 后一天居然体谅在鸟巢高喊 我是中国人的阿信 五月天的阿信 那这个呢 对于这些出现在立法院前的抗议支持者来讲 可以说是非常崩溃情绪的一件事情 当然也听到很多人跳出来叫赖清德闭嘴 就是叫赖清德 不要在这个时间点 把在立法院外面抗议 蓝白政党跟中共里应外合的这些支持者当成傻瓜跟笨蛋呢 那难道以为这些人呢 是无论如何都会力挺民进党的铁票吗 那这个声音呢 到底会不会让赖清德有压力啊 那这件事情啊 也让一些绿营的支持者 这个比较独派的绿营的支持者 其实这个就是 在立法院 陈情抗议群众被动员的一个主力部队 那独派团体 是这一场行动当中 最鲜明好制的主要主力部队 那包括一些公民团体 这个公民投票联盟 然后金明莲 以及济南教会 这都是非常深绿独派的团体 所以这一场呢 名为反对国会改革 蓝白政党通过的 所谓的国会扩权的方案 那实质上呢 是反中的运动的集结 那这个反中运动集结 才刚刚在宣称5月24号 立法院外青岛东路上 来了10万人的热情支持 才刚刚宣称这个成功跟胜利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赖清德泼了一桶大冰水 叫大家要体谅 说出我是中国人的5月天 那于是呢 有人就说赖清德呢 就是被中国认知作战成功的台湾总统 那这个显然赖清德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想要这个为5月天说话的原因 是5月天背后的粉丝支持者当中 恐怕有相当多的年轻选民 以及中间选民 就是赖清德过去到现在积极想要争取的选票 他不想得罪5迷 所以呢 他为5月天说话 但是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跟在青岛东路门口抗议的独派团体 是站在对立面 于是呢 崩溃的这个青鸟行动 那只能批评赖清德 那感觉好像是舔共可以有双重标准啊 就是蓝白政党政治人物的行为 这种舔共是不能够接受的 那在立法院里头通过强力监督行政院 行政权的法案的政党 这种行为是不能接受的 那这个5月天 这种所谓的文化工作者的舔共行为啊 那却是赖清德说应该要体谅跟谅解的 所以未来呢 这些青鸟行动者 如果要继续骂舔共 继续骂这个亲中的时候啊 只要搬出赖清德说 要体谅谅解5月天的相关的行为 是因为人在屋檐下啊 那骂得下去吗 那难道5月天是可以有舔共特权的团体 那其他人有没有呢 那谁能够舔共被体谅 谁舔共不能原谅 那这个标准是谁定啊 是由赖清德来指定嘛 那除了这个赖清德体谅 5月天这件事情引发了这个青鸟行动的崩溃之外啊 所谓的真读假读已经乱成一团了 另外呢 这个民进党的台独理论大师林卓水啊 那居然也发文啊 这一个挺国会改革啊 他说呢 这个等了30年的国会改革啊 终于启动了 这是一个好事啊 那当然他认为啊 这个行政权跟立法权能够透过 呃 这个权力监督的这一个确立啊 可以撼动整个宪政结构当中 宪政架构当中不合理的一些规范啊 那这件事情呢 是一个好事 台湾的政治等了30年才等来这个好事啊 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当然又要再度的引发 青鸟行动的支持者们的崩溃啊 当然就是痛批台独理论大师啊 所以呢 在这一波有关于青鸟行动呃 宣称的胜利之后啊 从总统到前台独理论大师啊 那显然都踩到了呃 行动者的痛脚 那林卓水的理论是说 这一个国会改革方案的推动啊 就可以促进修宪工程启动的契机啊 台湾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宪政体制的问乱不清 全责的呃模糊 造成了总统是有权无责 以至于过去的政治乱象啊 很多时刻都是在行政权无法监督就责上面啊 那国会改革法案呢 启动了这一个关系的质变 未来就必须要去厘清 宪政架构当中的呃各种议题啊 那对于这个林卓水的这一个谈话 其实呢是要当成台独建国的事迹啊 就是如果真的要把台湾独立 主权独立当成是重要的行动目标的话 那就应该要借此契机去启动修宪工程啊 那没想到呢 他引来的是这些清鸟行动支持者们的炮轰啊 认为这是在支持在野党 支持蓝白政党在国会权力上面的扩张啊 因为现在国会的最大党并不是民进党 所以任何国会权力的扩张 可能都会威胁到政权啊 那如果是这个角度去看这场清鸟行动的话 那看起来有一点点像是2024年大选 在国会的选举落败的民进党啊 选输不甘心的反扑啊 那选输不甘心的反扑 营造出反对在野党扩权的一个抗争行动啊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真是想要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互不隶属的两国论 一边一国的这一个政治宣誉啊 假设真是要捍卫的话 应该会希望借由这一个国会改革法案来推动所谓的修宪 甚至是制宪的诉求 这是林卓水所说的好事的原因 因为他可以撼动这个修宪的一个这个动力啊 那如果只是单纯的选输不甘心的反扑的话 为政权的这一个捍卫 为政治而且还不是统治权利啊 因为统治权利的行政权仍然是在民进党的手上啊 只是为了这个国会的最大党 国会的这个影响力啊 所谓的政治权利 较过去八年略为缩小 就是行政权拿到了 但是立法权无法独大的这个状态啊 那把这个为政权而上街头啊 甚至是政治权利 不是统治权利 统治权利已经在手上 拿着统治权利上街头 为了扩张政治权利 或者为了政治权利 不要比过去八年更缩小 这样子的一个捍卫政权的行动而上街头啊 那当城市为主权而上街头 为了不要被中国统一并吞而上街头 把两件事情混为一谈啊 那林卓水的好事一说 这个撼动宪政架构一说 正好就是台独建国的最佳事迹哦 戳破了 这些群众想要这个捍卫 互不隶属一边一国的这个政治的目标 那其实只是要捍卫过去八年所拥有的行政立法完全独大的权利哦 那到底赖清德为什么要停五月天啊 是这些人想不懂哦 是要在捍卫赖清德的政治权利而上街头的人 到底赖清德为什么会缩回去 力挺五月天 提亮五月天 是赖清德被军演行动给吓到了吗 还是在520的就职演说之后来自于美方的相关的压力哦 那目前到底赖清德团队的判断评估 为什么会跟这个前一天的这个力挺 反中抗争的这一个声明有完全不同的方向哦 那真实的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哦 不过至少赖清德的法辖弯 这些轻鸟行动的支持者目前是被甩了出去 跟不上脚步哦 甚至摸不透赖清德的国安团队到底在想什么 以上今天的评评里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